现在的媒体它是一个扁平化的 或者说去中心化的一个宣传程度 你看吧 就是那个小男孩跳下去拥抱梅西 我们的官方转播都把镜头给转掉了 就没播 为什么呢 怕引起误解 是吧 这个当然这是一个 对于官方媒体来说 可能是一个正确的行为 但对于民间媒体来说 它当然要寻求这种 就是说好玩嘛 它也不是玩野球 它就是一种人性 在某种意义上 就要抓取大家感兴趣的东西 现在要情绪价 所以这个小男孩你看 全中国人民都知道 小男孩跳下运动场去拥抱了梅西 而且全中国人都为小孩子的勇气表示在上 但是当这个小孩子受到了处罚 也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处罚是错的 因为法律和现实 有的时候它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法律是不能被破坏的 但是现实中间 如果给人带来欢乐的东西 他本身无害的话 那他也是可以传播的 所以这就是现在新媒体的力量 但是如果是一个中心化的媒体 他就要各种审核 是吧 那有可能这个小孩因为被处罚了 所以所有的视频就不能再传播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两个病情不悖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小孩被处罚 老百姓也在养 小孩冲下去拥抱梅西 老百姓也欢乐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社会的体现 它就是一个良性的真实社会的体现 我觉得这就表明了中国社会 已经拥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宽容性 其实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 谢谢